昨天的发布会上 导演莫卓斯基姐弟 以及汤姆提克威 周迅 和于果维文等主演一同亮相 身为东道主的周迅 主动用西方的问号方式 向导演打招呼 因为我每次就是 比如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经常就这个会有一个障碍 不是障碍 就是一个不知道该上去拥抱 还是应该握手 待人接物有障碍也就算了 周迅此番还要挑战高难度演技 电影《云图》是由六个故事组成 六条线索交错进行 而周迅也是一人分饰三角 形象大颠覆 他在片中既有神似阿凡达的 未来移民妆容 拨拨头的克隆人形体 还有搞笑反串的男人扮相 是一个男性的形象 而且就出来了那么一下子 对 需要非常小心留意 反串扮演男人 对周迅而言其实并非男士 东方人化成外国人比较容易 对 但是西方人化成东方人就比较难 对 因为东方人你可以加嘛 对 就可以高啊 可以大啊 可以这个 那个化妆比画皮好太多了 化妆很快就只要贴这一块就好了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周迅对此次的反串表演很是期待 三款 比较喜欢那个男人吧 因为那个最特别了 因为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变成那样吧 先较于一人分饰三角的演技大挑战 周迅对全英文台词更加头痛 我觉得对我最难的其实是语言 因为以前一直也没有非常认真和那个 就是那个专注地去学过英文 对 所以这次 其实我演戏的时候非常 就要说台词的时候非常紧张 为了说好台词 周迅只好笨鸟先飞 提前一个月就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谁曾想事事难料 有一天导演临时改剧本 让周迅很是郁闷 我记得有个场戏 那个Lana她改台词 你之前已经废了好三天了是吧 对 我已经很用力和深刻的 然后记在脑子里面 然后Lana改台词 然后我就问Lana 我说Lana你不能改台词 我说脑子乱掉 她说我的工作 就是要把你的脑子弄乱 那科幻剧《云图》呢 将于1月31号在中国上映 那日前呢 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 是来到了中国进行宣传 和三位导演一同亮相呢 还有知名的女演员周迅 那么这也是周迅 第一次和好莱坞的一线班底合作 导演们对于周迅的演技呢 都是赞不绝口 但是呢 这个拍戏时候的全英文对白呢 让周迅吃了不少的苦头 也给她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别看周迅近年来 早已游走于世界顶尖的时尚舞台 但一步入发布会现场 导演之一的安迪沃卓斯基 迎上的这个面颊里 却让周迅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礼仪课堂 闻面里指朋友之间的接吻 具体做法是 让人先右侧面夹相贴 然后换成左侧面夹 贴脸时嘴唇不是真的接触对方的脸 但是要发出清准的声音 而且越想越好 表示你越和对方亲近 这一次数各地区次数不等 但多数地方闻两次 闻面里成为一种交流方式 可以拉近相互间的关系 周迅你为什么只和 只和安定情啊 没有 因为我有点 长久不见有点紧张 不知道怎么表达 而周迅本人也坦言 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 自己的确还不能 有任有余一手掌握 因为我每次就是 比如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经常就这个会有一个障碍 不是障碍 就是一个不知道该上去用话 还是应该握手 通常你怎么办 我就剪辑行事 如果说因为礼节上的声疏 而造成些许尴尬 还只是些小事 那么参与过亿美元的 好莱坞大制作 全程用英语对白 与汤姆汉克斯这样的顶级巨星标系 就让周迅较苦不迭了 周迅在影片中非是三绝 而导演沃卓斯基姐弟 素莱以构思复杂晦色著称 在拍摄现场又经常会临时改台词 于是资深如周迅 也只能哑巴失黄脸 有苦说不出 其实我觉得跟导演沟通和表演上 其实没有反度 但我觉得对我最难的 其实是语言 那我觉得有一场戏 我记得有一场戏 那个Lana她改台词 然后 你之前已经对了 反正了是吧 对 我已经很那个 就用力和深刻的 然后记在脑子里面 然后Lana改台词 然后我就问Lana 我说Lana你不能改台词 我觉得脑子乱掉 她说我的工作 那个就是要把你的脑子弄乱 所以我就无话可说 当然语言观也不是中训一个人的难题 来到中国 她顿时摇身一变 成为东道主 带领三大导演说起中文 顿时有了扬眉吐气之感 What is it? 新年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Yes 据悉云图投资超过一亿美元 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独立制作电影 而沃卓斯基姐弟 联合汤姆提克威 三位导演共同指导 这在业界更数难得 影片从1849年横跨至 无法纪念的后人类世纪 六个在怀疑中反抗的故事 代表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演变 探索文明衰败和重生的可能 虽然故事繁复 阵容豪华 制作庞大 但云图在北美却遭遇滑铁炉 一亿美元的投资最后总计票房 只有可怜的2700万美元 位列2012年全美票房榜的第101位 不过一听到中国记者提出对票房的质疑 导演之一的辣男沃卓斯基顿时脸色大变 可能有些最好的电影 并不是很强烈的 为什么你认为这位记者 中国记者 如果您在意义电影 你会开始帮助 断断定它为产品 由导演沃卓斯基姐弟汤姆提克威指导的科幻剧《云图》 1月21号在北京举办中国首映李新闻发布会 三位导演协同主演雨果为文周迅猪猪出席 现场周迅压轴出场 上台后他只与导演安迪沃卓斯基两度拥吻 还引发了另外一位男导演汤姆的醋意 周迅坦言与他们工作时的确有不知该握手还是拥抱的困扰 因为我每次就是比如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经常就这个会有一个障碍 不是障碍就是一个不知道该上去拥抱还是应该握手 通常你怎么办 我就剪辑行事 然而相比于这个小困扰 对于周迅来说 在片中讲英语台词才是真正的困难 周迅直言不讳地表示 现在与导演们沟通起来还是有困难 需要翻译 其实我觉得跟导演沟通和表演上其实没有难度 但我觉得对我最难的其实是语言 因为以前一直也没有非常认真和专注地去学过英文 对所以这次其实我演戏的时候非常就要说台词的时候非常紧张 那现在沟通上会有问题吗 沟通有问题啊 沟通发生问题的时候怎么样交流呢 有翻译啊 就全部通过翻译来 对因为我本身英文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是因为要理解导演的意图在现场是需要非常准确的 对所以而且就是有些就是电影的用词啊 或者是就东西方的那种语言的深度不一样 努力的周迅克服语言障碍 把英语台词滥熟于心 但是一次导演在片场临时改台词 让他一下子乱了阵脚 那我觉得有一场戏 我记得有一场戏 那个Lana她改台词 然后你之前已经累了好多天了是吧 对 我已经很那个就用力和深刻的 然后记在脑子里面 对然后Lana改台词 对对对 然后我就问Lana 我说Lana你不能改台词 我说脑子乱掉 他说我的工作 那个就是要把你的脑子弄乱 所以我就无话可说 OK 不过三位导演来到周迅的主场 自然让他洒脱了许多 采访环节周迅还教三位导演用汉语说新年快乐 给中国的观众拜早年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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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